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是能消除存在感 还能预测未来的黑子的篮球 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然而难道高人级的运动作品 就必须得拥有毁天命令的招式 或惊为天人的特殊能力吗 不 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必要 有一位漫画家所创作的作品 李宗盛能称为近代运动漫画界的模范生 透过人物之间纯粹的互动 刻画出真实的角色与剧情 不但在漫画刚推出 就吸引了各方的关注与喜爱 甚至因为男性角色众多 且互动上充满激情 在毕业楼圈中 亦有着庞大的话题热度 而这位漫画家的名字 就叫做古管春衣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位于日本东北的岩手县 面积仅次于北海岛 境内拥有大规模的山岸与西谷 也因为地形的关系 可以清楚感受明显的四季变化 1983年3月7日 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诞生了一名男孩 他叫做古管春衣 古管春衣从小时候开始 就是个十分热爱画画的小孩 并且他可以说是 什么都喜欢画 不论是电视上播音的各种动画 或是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漫画 杂志 传单等等 都是他绘画时的灵感与题材 不过除了静态的兴趣之外 古管也相当热衷于一项体育活动 已经也曾提过很多漫画家 在求学时都会参与运动社团 尤其棒球社可以说相当热门 但古管春衣与他们都不一样 他所参加的社团是 古管春衣的母亲平常就在打排球 有一次他去帮母亲参与的排球队加油时 第一次接触了排球这个运动 当时他深深被排球给蜥蜴 于是便一脚踏入了这个崭新的世界 从小学开始就加入了排球社团 甚至是国中高中也自然而然的加入排球社 而在国中与高中的六年时间 古管可以说相当热衷参与社团活动 结果把时间都献给了排球 但他的内心其实从来没有忘记过画画 只不过漫画家三个字 对于他来说或许太陌生也太沉重 这时有一本漫画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就是伟田老师的海贼王 在故事里 鲁夫总是毫无顾虑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种豪迈不羁的身影让他大感冲击 忍不清狂往少年 如果不趁年轻时放手试试看 老了之后一定会后悔吧 下定决心的他 开始将训练排球之余的空闲时间 投入了漫画的练习与创作中 时间飞逝 古管高中毕业 为了学习更多关于绘画的知识与技术 他离开了老家岩手县 就往了仙台设计专门学校就读 成为了荒木老师的学弟 而这段时间 古管除了在学校获得了专业的知识之外 也认识了一群兴趣相投的朋友 他甚至也开始绘制出自己的漫画 不过因为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尽管一直有持续创作 也从未将自己的作品 投稿给出版社过 这样充实的日子也过得相当快 专业之间 移到了毕业之时 碍于生活经济上的考量 古管认为至少得要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毕竟钱不是万能 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而因为毕业于设计专门学校 于是他顺利的进入一间 位于工程县的广告设计公司 这段社会经验 也成为了古管人生中 无可替代的重要经历 虽然古管在公司里 不是担任主要设计师 而是负责类似于编辑的工作 不过公司偶尔会让古管 负责一些插图的绘制 因为有着多年的画画经验 再加上设计学校的经历 本以为可以轻松完成任务的古管 实际操作后才发现 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 当时公司有一位被古管称为 魔鬼设计师的前辈 每当古管在完成插画设计时 这位前辈给予的反应都是 你只能画出这种东西吗 你的画风太阴暗了 唉 我还是找别人画好了 并且从那之后 这位前辈并不再指派古管画设计插图 古管当然很不甘心 但他同时也深深了解到 自己在绘画上的不足 于是古管开始去参考其他前辈的作品 并且在画插图时 会去挑战各种 至今从未尝试过的绘画风格 在如此努力一年多的时间后 他的认真总算被看到 魔鬼设计师前辈 终于再次指定了古管插图设计的工作 古管当下的心情 不只是开心 也有感动与体悟 尽管最初被前辈嫌弃的一文不值 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段挫折 或许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潜能 到底有多少 而上半族的生活 当然是相当繁忙 忙碌的工作环境 让每天下班后的古管 只将躺在沙发上喝啤酒 什么也不做 也因此画漫画这件事 逐渐变成三天捕鱼 两天晒亡 某天躺在沙发上喝啤酒的他 突然意识到 啊不行 如果这样下去 我会一事无成的 于是古管马上跟一位 从设计学校时期 就认识的好友 定下了一个约定 一周内完成不了 16页分镜草稿的人 就要请对方喝酒 原来是想喝酒 虽然这像是一个开玩笑的约定 但也许是因为 抱着不想输给对方的心情 古管久违的完成了分镜草稿 于是两人便再度加码了下一个挑战 一个月内完成不了原稿的人 就要请对方喝酒 原来还是想喝酒 细细漫漫的古管 马上开始绘制原稿 不过就在绘制到一半时 他的脑里突然闪过了一个新的构想 思考再三后 古管放弃了画到一半的原稿 决定以这个新构想为基础 创作一篇全新的故事 但是因为中途更换主题的关系 古管最后来不及完成 输掉了约定的比赛 来人哪 给古管的朋友一贯 虽然古管输掉了比赛 但这份原稿 不论是完成度还是创意度 都让他相当满意 所以古管终于做了人生中的一个 重大决定 那就是投稿 而在当时古管已经25岁 以这个年纪才初次投稿 在漫画界来说是稍微有点晚了 不过这部累积了多年经验与岁月的作品 可以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而008年8月 古管终于大王级的 在新野归为评审的第14回 《Drum宝物新人漫画赏》中 获得了佳作 而首战便获得佳激的他信心大增 马上创作了更多的新作品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2009年 古管春衣便以游乐场 这部开灯在吃完川普上的短片 正式出道 踏上了漫画家之路 但漫画家的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成功出道 也不代表能顺利连载 所以古管当然不愿意 断掉唯一的稳定收入来源 于是他便一边继续在广告公司上班 一边以连载为目标 努力画画 不过就如其他影片所介绍的一样 漫画家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管理的行业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爆肝地狱 何况是同时要身兼射出的身份 没错 那一天 古管终于回想起了被截稿日支配的 斜杠青年虽然听起来很厉害 但斜杠漫画家青年 没有过人的肝脏跟毅力 根本无法办到 并且因为古管的公司相当忙碌 即使运用了所有零碎的空闲时间 依旧没有办法好好的画漫画 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工作越来越忙 漫画进度却越来越慢 你看解考日只剩下四天 古管终于下定决心 果断向公司请假 直接立马杀去东京的旅馆集中作画 然而 即使跟公司请了一整天星期五的假 漫画却直到周日晚上都没能完成 周一早上 古管只能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打给公司 拜托 再让我请一天假 而这几天 也可以说是古管人生中 觉得画漫画最痛苦的日子 并且让他深深理解到 这虽然是漫画 但可不是闹手 在经历了如此刺激又震撼的身心体验后 古管的想法也慢慢改变 虽然前途并不明朗 但他知道以目前的生活方式 是不可能好好画漫画的 若是要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也只有辞职这一条路 于是古管下定决心 向公司提出了辞城 离开工程县前往东京 这段时间 古管也在思考作为一位漫画家 到底要连在什么样的作品 为了想让读者能够有目一心 最后他决定绘制一部恐怖漫画 以此为契机 他开始大量阅读各种恐怖小说 也借助了推理小说家 江湖川乱布的作品 在吸收各方清华后 古管终于完成了一部短篇恐怖作品 成功刊载在 2009年周刊少年Jump第28号上 并且也以这部短篇同名作品 取得了首次长篇连载的机会 这部作品就叫做 鬼片学派四股学长的怪谈 鬼片学派四股学长的怪台 于2010年在周刊少年Jump开始连载 讲述了充满谜团的幻影学生四股学长 与充满活力的钟导真 两人一边解决学校中的灵异事件 一边散播怪谈的故事 虽然题材并不创新 但画风流畅 剧情紧凑 创意上也相当有 新品装老酒的新鲜感 不过很可惜 作品的人气始终不温不火 最后便在童年结束了连载 在结束了第一部连载作品之后 古管静下心来 又重新好好思考了一次 自己真心想画的作品 到底是什么 在不断挖掘自我与内心时 他回忆起了 自己最初以漫画家为目标时的想法 如果有天能成为漫画家的话 我一定要画排球漫画 不过这个想法曾经被拒绝过 事实上 在最一开始成为漫画家之时 古管就曾对编辑提出过这个想法 但当时责恩编辑认为 如果要以运动为题材进行连载 一定要累积足够的经验与实力 而现在的古管 虽然还不能说技巧顶尖 但在连载了一部长篇作品之后 确实也成长了一些 这一天 古管亲自见了编辑 他把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 真实的传达给对方 学生时期的排球时光 真的相当开心 但老实说 我从来没有在排球上 取得什么优秀的成绩 排球带给我的心情很复杂 除了有快乐 充实 也包含了许多留恋也不甘心 我希望透过漫画 传达这份心情 并将排球所有趣及魅力之处 通通带给读者们 而编辑思考再三后 也同意了古管的想法 于是古管终于在少年Drum Next及周刊少年Drum上 分别刊载了一篇以排球为题材的短篇作品 并且以这次经验 经过了一年左右的修改与琢磨 最后决定以超厉害的举球员 完美的配合主攻手的故事为架构 创造了一部朴素却热血异常的青春校园漫画 这部漫画就是排球少年 排球少年于2012年在周刊少年Drum上开始连载 讲述了开朗努力且跳跃力优异的日向祥阳 与天才举球员隐山飞雄 两人在排球场上所发生的青春热血故事 为了让不懂排球的读者也能享受乐趣 在漫画里会将玩法与规则自然的融入剧情之中 不但相当好理解 作为漫画的表现力更是广受好评 即使画面构图受限于球场与球网的限制 依然透过许多巧思来增加读者的沉浸感 而这部漫画其实在初期也经过了多次修改 原因是一开始孤管所绘制的第一话 内容实在是太过丰富 因此频频被编辑退回 最初第一话的内容到底有多丰富呢 大约就是正式连载版前期话的故事内容加在一起 后来在经过反复调整之后 才是我们所熟知的样貌 而身为一名漫画家 除了在纸上作画的功夫之外 谷管春音还有一项让历代全体责任编辑赞赏的技能 那就是无人能出其有的取材力 有一次谷管为了进行资料照片的搜集 而前往了相马高校 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太古社团的学生 学生在得知了谷管的身份及目的后 并邀请他去观赏太古的演出 虽然是一段意料之外的插曲 但最终却与作品里登场的五眼太古应援团联系到了一起 这种取材时没有事先计划好的行程 事故却呈现在作品中的宝贵经验也不止这一次 有次为了取材而造访排球教室时 意外听见现场的人说了一句话 不用太在意身高 把网子降低 让个子爱的人也能扣球吧 这段对话之后变成为了英居高校的猫幼教练 在被问到个子不高无法扣球师所做出的回应 那么把网降低就行了 刚起不时 最重要的是成功的喜悦啊 另外谷管为了取材而拜访东亚学员高等学校时 也曾经听到 即使是全国大赛上优胜的强好 星期一也会休息 听到这句话后 谷管了解到休息与偷懒不一样 也是训练的一部分 于是 急穿彻的名言就这样出现了 谷管也经常亲临比赛现场观察细节 而最吸引他目光的辨识比赛时 电视上所没有呈现的部分 例如发球前一连串的准备动作 就无法透过影像来观察到整体过程 而谷管的做法通常是全角度拍摄 为了让漫画分界能灵活的变化 不止上下左右前后 仰角起伏角也必须一同拍摄 借此来取得只有现场才能观察到的细节与盲点 例如作品里 道合其高效的二传手功用 他的强力发球与跳飘球的差别 便能从发球时的部署来推测 这点在故事中 便设定为无法从电视转播中看出 而是在乌仰教练拿到录影后才发现的 透过揭露一般读者不为人知的视角 来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及说服力 从上述可知 谷管春意相当热衷于到现场取材 是的 他愿为尽管现在网络十分方便查询资料 但现场取材依然相当重要 尤其是人物的访谈 必须面对面的交流 才能得到更真实的答案 例如股管便曾有过 跟排球运动员清水帮管对谈的经验 室内排球与沙滩排球 在感觉上有什么差别呢 必须网络上查的标准知识答案 这种关乎个人真实感受的内容 反而更需要透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取得 并且自然延伸出的话题也相当重要 比起预先设定好的问题 有时候最终闲话家常的内容 会获得更多意想不到的情报 不过排球是一门真实的运动 所以许多地方也不能随便敷衍带过 除了外出取材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得依靠资本资料的帮助 尤其是专门用语的部分 除了阅读月刊排球跟YouTube相关影片外 帮上股管最多忙的 便是Bodypedia这本排球百科诗典 由于排球用语其实有许多地方并没有统一 所以参考具有权威性的书籍 便能得到最严谨与最真实的答案 而说到真实 也是排球少年的一大看点 尤其是在生活细节的呈现相当有趣 例如第一次来到体育馆参加比赛的日向 再踏入会场时所说的那句台词 是沙龙巴斯的味道 这句话来自古管高中时 学校附近的摩坚体育馆 当时许多学生们在场馆内换衣服 并然空气中充满了沙龙巴斯的味道 这个嗅觉记忆让它相当有印象 而为了维持作品的真实感 角色当然也要相当写实 古管的方法便是真诚的对待所有的登场人物 他并不会强加一个职责或任务在角色身上 也不会为了剧情需求 就擅自让角色说出他们不会说的台词 正因为这种避免工具人出现的用心 才让每一个登场人物都有深厚的立体感 相信看过排球少年的读者都知道 其实整部漫画里出场的角色非常多 但却几乎没有所谓的路人角色 不管哪个登场人物都能让读者感受到 如同真人般的魅力与独特性 而为了设计出有魅力的角色 古管也有自己的一套手法 他会先从团体阵容来进行角色设计 在细部设定方面 则会以能做出有趣反应的人为基准来思考 例如说出什么样的台词会让人感到心情 或是谁来装傻 谁来吐槽的漫才形式组合 甚至是是否用内心独白为依据来区分角色 例如消股高校的选手 木兔光太郎便是属于完全不说内心话的角色 而在设定某些角色时 古管也会跟着直觉走 例如白鸟则高校的天童爵 便是属于什么都没决定的情况下 所设计出的角色 虽然最初给人的印象 只是一个擅长炒热气氛 偶尔还会欺负学弟的角色 但因为白鸟则是奉行个人强大为原则的队伍 加上天童仰赖直觉的预测蓝网 让他本身独行侠的怪人特质得以展现 而预测蓝网的日文Gas Block中的Gas 发音也与形容个性恶劣的Gas一样 虽然是预想之外的偶然 但在与打球风格相结合后 便成功地创造出角色的深度与层次感 在与白鸟则的王牌扭倒若莉配合时 也能够让他的个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此外 古管也会自行设定特殊环境 来思考角色的个性与特别之处 例如角色在自助餐厅会有哪些行为 就是古管与编辑相当喜欢讨论的一个情境 以日向为例 他虽然会拿走最好吃的大蟹脚 但一定只会拿一只 然后留一份给其他人吃 但木兔就会是那种把所有蟹脚拿光 把菜单通通点一轮 然后还喊着没吃饱的角色 而除了一眼就能看出的外显角色个性 在许多日常方面 其实设定也相当有细节 例如好身心强盛的影衫 虽然有好强的一面 却相当听从学长的指令 在面对学长时 也会以信誓加上桑的方式来称呼 呈现了勤管自负 但却相当尊重伦理的反差性格 而日向在称呼吸鼓时 也跟大家不太一样 例如大家在称呼吸鼓 你是诺亚的时候 都会自然而然的用 诺亚-san来称呼 带有一点停顿的节奏 通常是比较亲密的朋友会这样叫 虽然日向也觉得这个昵称非常帅气 而想尝试这种叫法 但因为顾虑到自己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跟吸鼓有足够深厚的交情 所以只有日向称呼吸鼓时 中间没有停顿 是用诺亚-san来称呼吸鼓 虽然翻成中文完全看不出差别就是啦 而日向这种吸吸的地方 其实是来自作者本人 古管曾坦言 在连载前一部作品 诡辩学派四股学长的怪谈的时候 因为与角色的个性相差太大 所以完全搞不懂主角在想些什么 当时可以说感到非常痛苦 为了避免重蹈覆车 所以不论是日向有点胆小的部分 或是时常在内心吐槽许多事情的部分 都是加入了与顾虑本人相同的反应 也因为如此 日向除了乐天开朗的热血性格之外 也多了一份谨慎于体贴 不但会注意与他人的相处方式 也会去拿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至于角色取名的部分 谷管也会根据人物的性格来考虑 作为主角的日向祥阳 身为乌野最强的诱饵 结合太阳及飞翔的印象 呈现出人小志气高的热血性格 另一位主角隐山飞雄 被称为球场上的王者 同样在名字里加入了飞翔的概念 结合取球员在队伍中代表的意义 融入了强大的身影这个印象 而担任乌野高中排球队教练一职的乌仰细心 则是有着养育乌鸦 联系心与心的意涵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 而大多数的漫画中 为了营造剧情的高潮迭起 反派便是必要的存在 不过排球上演这部作品中 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明显的坏人 理由其实也相当有趣 因为谷管认为 如果故事中冒出了一个讨人厌的反派 自己反而会疑惑 为什么需要这个角色 是要去打败他呢 还是要让他好好反省洗心革面呢 并且把这种家伙放进比赛中 会变得很麻烦吧 一不小心没出力口 就会往排球无关的剧情发展啊 的确虽然在现实世界里 存在着许多有魅力的反派 但谷管认为 排球的故事与有魅力的反派 是无法两者并存的 如果从实际面去考量 就会残酷地发现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对于这种反派 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 即使最有反派能够与我们和解 可能也改变不了反派很讨人厌的事实 谷管坦言自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他无法透过漫画说谎 因此这种剧情桥段 也许不适合排球少年这部 想纯粹传达排球有趣之处的漫画 而排球少年作为一部运动漫画 与不同强效之间的比赛 当然是众所期待的看点 为了画出精彩又刺激的比赛内容 通常的做法应该是将 整场比赛整个摸你一遍 不过谷管却相当特别 他在绘制比赛的桥段时 经常完全不思考内容 谷管习惯让角色们实际开始比赛之后 再去构思接下来的剧情 原因是若是想刻意制造高潮的比赛桥段 反而容易产生战术上的矛盾 尤其像排球这种需要站位轮转的运动 千亿反而动全身的程度更加严重 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下 谷管都是以随着比赛的自然进展来作画 也就是以现实中的战术及合理性来作为准则 根据每位登场人物的特色 性格及思考方式 来让漫画中的角色 做出最符合自己的行动 当然思考比赛结束的方式 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为了让比赛的双方 不论胜负都能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每一场比赛 谷管都会用尽全力发挥创意 甚至是因为排球沾到了所有人的汗 而手滑结束比赛 这种意想不到却相当有真实感的结局 连当时的泽恩编辑都相当震惊且佩服 除了角色与真实性 《排球少年》这部漫画 还有一个地方经常被读者讨论 那就是构图与分镜 在左右对开的跨页上 版面的布局可以说相当优秀 这原因是谷管在创作分镜时相当认真 在绘制分镜草稿之前的准备工作 他会先以文章的方式来进行剧情的段落区分 并且构想大略的分镜与构图 而在要绘制分镜草稿之时 便会开始去测试 大的画格究竟能放到多大 而小的画格又能缩到多小 不断地寻找画格的极限值 一边重复调整 一边尝试构图的绘制 在画面之间取得平衡 并且聚焦重点 不过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阻碍 例如原本把角色的形象或构图画得又帅又有气质 但把排球放进去后才发现画面非常不适合 这时也只能摸摸鼻子重来一次 不断要描图只调整视角或旋转画面 来找到最适合排球的构图 因此我们才可以在这部漫画里 看到许多创意且有气势的视角 例如这一页日向的速攻 配合空中战的霸者这句台词 再加上游夏网上看向天花板的构图 相当美丽也十分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谷管说过 这个画面其实是结告日当天早上阶级帮忙完成 而身为一部运动漫画 谷管对于读者视线的引导也相当在行 的确顺畅引导读者的目光跟着排球移动 就能充分感受到比赛的紧张与刺激 例如这张可以看到球的视线引导是非常舒服的 并且在一整夜里也营造了不一样的速度感 快快停 慢慢停 厉害的是光是一夜就可以看到排球完整的进攻与防守 发球 接球 举球 杀球 防守 救球 而在完整交代了如此多过程的情况下看起来也相当容易理解 还内引导读者知道想传达的重点在哪里 光是这样阅读完就能感受到中间这里手与排球突出格子的引山单手举球 这颗球的处理方式是特别的 不只是特别 其实这也是谷管为手机使用者所设计的小小巧思 因为使用手机阅读漫画的读者越来越多 所以谷管在创作时会兼顾不管是拿书本阅读或使用手机看都能顺畅的顺序 像是这一页若同样以球为视线引导 如果以资本方式阅读 是这样 而若是以手机观看 则是这样 再这样 完全不影响观看体验 另外这张也非常有意思 虽然用手机观看时是这样 再这样 但是拿起书本阅读时 却有着排球横跨页面的感觉 可以说相当有巧思 有趣的是 最初谷管听到有人用手机看漫画时 想说既然是阅读跨页漫画 那应该会把手机转成横的来看吧 结果才发现亲戚的小孩都是直立拿着手机看漫画 不管想着既然亲戚的小孩都是这样阅读 那大部分的读者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于是便从故事的后期开始 都尽量以手机读者也能享受的方式为前提来作画 但若是太钻牛角尖去追求特别的构图 而造成阅读上的负担 那就是本末导致了 由于刊载在周刊少年Jump上 不但读者数量众多 年龄范围也相当广 所以让作品能够轻松理解 阅读容易便是最重要的目的 例如这张充分展现了简单明了与引人注目两种特性 这种全部呈现水平并且斜向切开的画格 古管自己取名为美工刀分机 灵感的来源其实是当初在广告公司工作时 看到的棉被特价广告单所收到的启发 在想要展现出速度感与顺畅的节奏时 古管便经常会使用这种手法 看到这里我们也的确深深感受到 古管老师把自己对排球的热爱真实传达给了读者 尽管漫画已经完结两年 但是热度直到现在都还持续不灭 不仅是单行本卷军超过100万本的畅销及作品 累计销售量也突破5000万本 在连载期间也屡次获得各种提名或奖项 也是公信榜上的常客 或许很多人会很好奇 一本朴实的排球漫画为何能创造奇迹 但对你而言 奇迹究竟是什么 是突破极限 超越自我 还是极致的运气呢 对于古管老师来说 奇迹其实相当频繁 那便是在日常中一点一滴的提升自己 是因为无论是作者还是角色 都贯彻着如此真实的态度 排球少年才能感动了一位又一位的读者 如同漫画中的台词 输了也好 赢了也罢 不会有人送命 世界也不会因此毁灭 漫画里要传达的 从来就不是有目的的胜负 而是最单纯最原始的情感 仅仅因为有趣 仅仅因为喜欢 仅仅因为排球而感到快乐 因此我们身在其中 热衷一件事情的心情 就是如此单纯 美好且幸福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自己也在上个月左右接触排球 真的真的相当有趣哦 虽然零基础是有点难上手的 但真的是能够获得成就感 而且相当好玩的一项运动 鼓励喜欢运动 但是没有接触过排球的朋友 可以尝试看看哦 这一次也为会员准备了一些 排球少年的周边礼物 请再锁定会员影片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